我们检讨一下上次回去的作用 第12题 Did Pete blank this picture last year? OK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题目的时态 时间复词在哪里 去年last year 是不是去年 那去年是什么事 是不是过去世 过去世 过去世 所以他用了什么 因为是问句 问句 OK 然后又有动词 如果说有动词要造问句的话 就要谁来帮忙 助动词来帮忙助V 那为什么用did不用des呢 为什么不用do呢 OK 因为呢 这个是过去世 过去世的话 助动词是用did没有错 那记得哦 did助后圆动 所以这个要放圆V 助V加圆V 助后圆动 OK 所以呢 因为当时就draw直接造写了嘛 好 所以这个答案就是draw 去年呢 Peter画了这幅画吗 OK 意思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把这个完整的题目念字 Did Pete draw this picture last year? Did Pete draw this picture last year?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三题 来第十三题 They blink many sea lions in the ocean park last summer They blink many sea lions in the ocean park last summer 好 一样来抓时间复词去年夏天 好 说去年夏天呢 他们有在海洋公园看到很多的海狮吗? Sea lions 海狮 好 OK 海狮 好 那ocean park呢 是什么? 海洋公园 Ocean park 海洋公园 好 来那去年的话是什么是? 去年夏天是过 last summer是去年夏天 去年夏天是过去式 OK 过去式的话动词用什么? sorry 过去式的话 过去式的话动词 好 来 see the sun time see the sun time OK 好 see so see ok 所以过去式叫什么? so 好 这个答案就是so 这个答案就是so S-A-W so They saw many sea lions in the ocean park last summer They saw many sea lions in the ocean park last summer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题 OK Tina blank in the sea and her sister is two Tina blank in the sea and her sister is two 好 来 那这一个没有时间对不对 没有时间复词 可是没有时间复词就要抓语意 不要抓动词 这里有一个意思有动词 因为这一句后面and her sister is two 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简化区 好 在海里游泳这件事情 他也是也做这件事情 然后后面这个 呃 他在游泳的 在海里游泳这几个字省略了 所以他只留下动词下来 动词线所是什么? 是B动词 OK 那这里是B动词的话 表示前面这里一定也会有B动词 OK B动词 那B动词加动词 它不可能加圆形动词 B动词你们现在学的就是直接加VING 现在分词 表示什么? 现在进行诗 OK 这个叫做什么? 是现在进行诗 整个这个实态叫做现在进行诗 好 现在进行诗 对 现在进行诗就是什么? B动词加VING B动词加VING 你如果B动词只有直接加圆形动词 这样是错的哦 错的哦 它不可能这样子写哦 B动词是动词 一般动词也是动词 它这样两个会打架 会冲突 不可以 你一定要怎么样 B动词加 这个要化妆一下 要卫妆一下 变化一下 B动词加VING OK 现在进行诗 好 那Tina Tina 我们B动词是有分三种 am are is 对不对? i am you are he is she is it is 单数名词is 对不对? 好 那那个you are 也可以用we are they 复数名词 好 那那个m是什么?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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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na tina 是主三丹 no i know you one person 主三丹 不是我也不是你 tina是另外一个人 是单数嘛 单数名词主三丹的话 动词B动词要用is ok 然后swim有用 要重复字尾加ing is swimming ok is swimming 重复字尾加ing 好 来那整个题我们再念词 Tina is swimming in the sea and her sister is two Tina is swimming in the sea and her sister is two 好来 那重点要抄一下 好